你们知道吗 距离我上一次正经的做雷评吐槽 竟然已经过去快两年了 现在的踩雷几率呢 比起以前可以说是大大的降低 因为我有经验了嘛 不会再那么容易的被一些广告词给蒙蔽双眼 但是总是会有那么一些漏网之鱼 就是你总会有一些智商不在线的时候 买回来了一些 垃圾 我今天呢 就是要来给大家好好的吐槽一下这些漏网之鱼 国际惯例啊 这种视频开始之前呢 一定都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求生欲的 那就是呢 今天视频那种呢 仅代表个人使用感受 个人色彩非常浓厚 而且呢 就是只针对单个产品 不针对整个品牌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你非常值得作为第一个大头针 这个呢是Fresh的一个类似于止汗明珠那种就除 它不是不止汗 它就是除那个腋下的一些汗味的 首先呢 这个味道非常廉价 有点像那种泡沫水 就是那种小时候玩的吹泡泡的那种水 每一次我涂在我嘎桌下面的时候呢 你嘎桌下面会起泡 哇太精彩了 我现在这样摸一下 全是泡泡 看到吗 我手上这个 这些白白的东西 就是它不是那种 真的很绵密的泡泡 但是它就是像那种 白色的棉叶 真的非常非常像我们平时洗澡 然后可能某一个部位没有冲干净 残留在皮肤上 然后就把衣服穿上那种很恶心的感觉 你虽然看不见它 但是当你这样子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都能 你能感受到它那个 这个东西 它是如何拉丝的 下面一个上行场的呢 是这个 来 凑近对焦一下 哎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品牌 应该是叫做TierTier 就是一个泡沫爽肤水 我当时完全呢 就是秉持着一个很好奇的心 因为我没有怎么用过这种 泡沫型的爽肤水 就觉得它的形式蛮有趣的 然后又说是干皮青吗 挤出来 就是你看像洁面泡沫一样 就确实形式上是挺好玩的 但是它的味道 特别特别像我们家的洗洁精 推开之后呢 就是像普通的水一样 透完全透明 然后流动性特别强的 这个东西呢 它到现在里面还有非常非常的多 为什么呢 它跟普通稍微蒸汽一点的雷品不一样 蒸汽一点的雷品呢 它们会就是你深入用过深入了解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不好用 但是这位仁兄不一样 它特别容易让你发现它是雷品 它仿佛就是很担心你用太多了之后才发现它不好 它从一开始它就告诉你 我不好用 我非常的不好用 给爷气瞎了 用一次长一次闭口 停用闭口就好了 它就是属于那种呢 它是滋润 但是润不到皮肤的里面去 你摸上去你的脸呢 是稍微有点滋润黏黏的感觉 但是你的皮肤里面 你没觉得缓解了你的紧绷感 或者说一个干燥感 没有 它就是停留在表面 然后捂着你的脸 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 所以呢才会长闭口 这一期呢 我的心情以及一些语言呢 都是比较激烈的 包括表情 就是希望大家友好一点 尊重一下我 不要截图 OK 不要截图 我是一个有偶像包袱的人 CMP 是一个矫质条理凝碌 凝碌 凝碌 它相对于刚刚吐槽的那两个产品来说呢 不算很雷 它是一个雷品中的豪品 怎么说呢 因为呢 它不会让你产生一些不良反应 只不过呢 它就是毫无用处 你感受不到它有任何意义与作用 当时看到的宣传呢 是说你脸上要是有一些角质堆积啊 比如说眼睛下面这里啊 有一些 那个小颗粒啊 就是可能因为你清洁不到位 所以才长了这些什么毛周角化的东西 然后呢 它可以很好地调理你这个角质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种角质调理的东西 就觉得这个概念非常的吸引我 看一下啊 你们看 哦有有 有有有有 不是完全的水 但是跟水很像 就是有一点点凝碌感的那种感觉 它吸收的速度非常非常的慢 我还要在那里慢慢地等它吸收 每一个晚上 我只有在晚上的时候用它 每一个晚上 我都在耐心地等待它吸收 然后我等待着一个奇迹的出现 我等待着我的皮肤可以变得非常的光滑 就像那个白雪公主一样 但是呢 这个奇迹 它没有出现 除了浪费你时间 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 到现在 我的天 到现在你们看到我的手吗 还是有 就是有那个东西在的 Excuse me 请问一下你是如何做到不吸收的死迷达 我忘记说了一个点 因为我太久没用它了 我刚刚把用纸巾把它擦了一下 把它擦走了之后 你看我的手现在看起来表面上就是那个 已经没有那些东西了 不会油油亮亮的 摸一摸你的手 哇 超级无敌年 让我看看外面绿色的树木 蓝蓝的天 感受一下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 平息一下怒火 下面的这个东西呢 我拿出来稍微感到有一点害怕 因为呢 我觉得好像蛮多人还蛮喜欢它的 所以呢我可能会被骂 希望大家可以保护我一下 那就是IPSA的这个补水棒 当然这个不是它的问题啊 是谁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发挥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去判断一下 是否有这个可操作性 是我的问题 呃便携式补水 就是像润唇膏一样非常方便 放在包包里面 很多的干皮 这个底妆 时间久了之后 是不是呢 某一些法令纹拉 或者说眼睛下面这些地方 可能就是会卡粉 或者出现一些干燥结块的情况 拿出我们这个非常便携的补水棒 在这些地方呢 稍微这样涂一下 就给它一个迅速补水的一个功效 天才的设计 太便携了 nice 当我虔诚的把它放到我的 带出去的包包里面 出门之后 我这一天突然觉得我皮肤很干 我笑嘻嘻的拿出了这个东西 准备涂一下再补妆 问题来了 我脸上带着妆 我在这个地方一涂 整个膏体全是粉底 嗯 所以整体的使用感受呢 我就是觉得它的设计稍微的 有一些不是很合理 但是如果你本身对它的那个期待呢 就是说它在家里 然后局部去保湿素颜的时候去用的话 就是你脸上干净的时候去用的话呢 那我觉得 呃 是可以买的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 是想着这种 嗯 拿出去补妆的时候用的话呢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投资这个产品了 对 所以整个故事听下来 大家发现了吗 不是ipsa的错 是我的错 VT加他们这个金管的睫毛膏 它不光是晕妆 是这么简单 就是晕妆的话 我觉得可能 我能理解是可能是我的睫毛 太长了 然后呢 它这样眨的时候呢 可能不小心会碰到我的下眼睫 那么比较容易造成这个摩擦的晕妆 非常正常 但是它除了晕妆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不定型 它非常的不定型 你刚夹完的睫毛 然后你用它刷的话呢 这大概过半个小时吧 你的睫毛就这样塌下来 没有那个翘的感觉 它定不住 还有一点就是 它非常非常容易刷出 那个叫脏狼腿 还是苍蝇腿 就是你们懂我意思 就是那个睫毛就粘在一起 它们是怎么形容来着 对不起 是苍蝇腿 苍蝇腿 对很容易刷出那种苍蝇腿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火的 非常火火到 我觉得我不入不行 我做一个美妆博主 我必须要感受一下 这个东西它到底要多好用 我就买回来了 是UNI的这个睫毛膏 这个它是这个头 它好像有几款的 是不是有几款的 我的是这款 黑色这款 这款应该是他们家最最出名的吧 你们可以回答我一下 就应该应该没有买 应该没有买错 这是我用过最晕妆的睫毛膏 最晕妆 这是我那一天 就是用了之后呢 哇晕得很厉害 整个下面就是像化了那个 烟熏妆一样 很夸张 它那么红 然后大家都说它很好用 为什么在我眼睛上面 就会晕成这样子呢 所以我就给了它 两三次机会 但是每一次晕妆都非常非常厉害 但可能只是我自己的 我的问题 是谁的问题 是睫毛巾的问题 请下一位要挨骂的同学 自动出列 就是它 这个熊野的眼线笔 这个东西绝对是正品啊 我绝对没有买到假货 因为是我自己亲自在日本的药妆店里买的 就是这个东西 你说它很雷吧 也不至于 用了好几次这个眼线叶笔之后 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问题 Kiss me 还有那个 什么恋爱魔镜之类的那些 日系的便宜的眼线叶笔 它不香吗 它们不够好用吗 为什么要买它 它因为可能 哎呦呦呦呦呦 你看它被我气到了 它自己要跳柔了 我的天哪 包装是不是稍微的比较精致 好看一点 然后整个笔的重量呢 也是比Kiss me那些可能会更加的 有手感一点 这个呢 我确实是要承认的 但可能也因为 就是它这个外包装的造价更高 所以我没有记错的话 它的价格是比Kiss me那些要贵的 但实际 画起来的内容物 它的墨水 它的笔头 它的整个出水量 顺滑程度 我觉得根本就比不上那些更便宜的日系的眼线页比 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 就是真的不是很流畅的那种 除非你就是很大力的 这样子 它可能稍微流畅一点 但是这样子画出来的眼线又很粗 下面的一个东西 来看一下Benefit家的透明眉胶 这位小同学呢 是属于雷品中的好用品 呃 也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涂了个寂寞 它不会让你觉得难用 但是你用了跟没有用呢 是没有任何区别 完全没有定型的效果 本来呢 它是这样子 趴下 就这样 眉毛是像这边嘛 这边的眉毛像这边 它是这样趴下的 然后你刷了之后呢 它稍微变这样 起立了一点点 然后呢 过了十分钟左右吧 它撑不住了 它不行了 就变这样了 它又下去了 这个东西呢 我买了挺久的了 我不死心 我觉得 我觉得一定是我眉毛的问题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我觉得一定是我的眉毛太粗了 我的毛发条件太好了 我的眉毛太粗太硬了 太粗太硬了 所以呢 它立不起来 它立不起来 于是呢 我就是买了 这个贝尼菲的这一盘东西 这盘东西呢 我当时是刚出没多久就买了 好像是300多块钱 挺贵的 反正 然后呢 中间的一个透明的眉胶 这些有颜色的 上颜色这些我就不吐槽了 就是正常的 画眉毛的那种眉粉的感觉 没有太出挑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它难用 但是我当时买这个东西呢 纯粹是为了它中间的这个 眉辣 还是眉膏 眉膏 对 因为我觉得这种眉胶 它的那个定型能力可能弱了点 所以呢 眉膏定型能力更强 是不是就可以了 眉刷 看到吗 对焦了 然后呢 就是这样子去沾取上面的这个东西 把它立起来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它的那个立起来的效果 确实是挺好的 你们看 你们看到吗 我的眉毛长了什么 头皮屑 这是像我的眉毛长的头皮屑一样 它不是透明的 它是白的 我以为这个东西呢 它 就是 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白的 但是它刷到眉毛上面去 它就变透明了 但是不是的 怎么会这样子啊 看到这个产品出来 这种效果的时候 我真的整个脑口很痛 300块钱买一个眉粉 重点是我不缺眉粉 我有很多眉粉 我买你 就是为了你中间的这块 白色的眉膏 结果你给我整一个什么 世界奇观 眉毛长头皮屑 真的很过分 下面的这个口红 我很生气 我太生气了 我气到 我巴不得把它捏 捏爆 竟然还是大品牌 香奈儿的 这个像一个海绵头 这样挤出来的 然后它这个包装是全雅光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包装 非常的好看 就很小相风的那种 我现在就拉近镜头 然后让你们感受一下 这个让人窒息的质地 我们不要吐槽它这个颜色啊 我们来更近距离的看一下 这个 这个 哇哦 这个口红在我的嘴巴上 真的好丑啊 好难看 说好的不吐槽它的颜色 但是它 真的不适合我 好 我透更近 给你们看一下我嘴唇 现在的情况啊 对焦 好 你们看 我这个嘴皮子 这合理吗 啊 这合理吗 这是在做什么 其实我当时买这个颜色呢 也是因为我 现在手上 好像没有一个这么 这么这么裸的 偏粉一点的色号 这个颜色当时看了我 其实是挺心动的 但是没想到买回来 它的质量是如此的 让人无语 好的 那今天的雷评吐槽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然后看得快乐 然后有稍微笑一下的话就好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 再见